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一样的青石条所铺设而成的马路 以前在这些青石板马路之上行走的 除了行人之外 最主要都是马和轿 所以压力不算重 而且他们所占的空间亦不多 所以以前这些青石板马路 对于疏度广州市内的交通 真的可以说得是卓卓有余 说起的卓 以前官员出巡 妇翁出街或者妇女出嫁 都一定是坐卓的 而他们所坐的卓 虽然款式不同 或者颜色不同 但都有一个共通点 这个共通点一定有 是卓夫来抬卓的 但是卓夫的数目就有分别 有些两人 有些四人 有些六人 有些八人的大矫 在十九世纪末 二十世纪初 这些俗称人力车 黄包车 就开始在广州市面出现了 虽然这些黄包车 跟轿一样都是需要利用人力的 但是因为这些黄包车 它有两个车轮来转动 所以可以借力来行驶 而那些轿就输舍在 是没有两个车轮 所以行走缓慢 吃力都是不讨好的 在一九三零年代 广州市面到处都有这些黄包车的中绩 当时市内一共有五六千部 这些黄包车那么多 后来又有三轮车出现了 三轮车行走速度比较快 而且行驶的时候车身比较稳定 但是因为三轮车的成本高昂 所以就没有办法完全取代这些黄包车的 广州是在一九一八年 正式大规模地拆舍城墙 并且还在拆舍城墙之后 所得出来的空地之上 来扩建那些宽阔的水泥马路 自从是兴建了这些宽阔的水泥马路之后 广州市内就可以有大大小小的汽车来行驶 广州究竟何时开始有公共汽车服务呢 原来就在八十多年前的一九二零年开始 其后还陆陆续续有无轨电车 以及地铁等等的服务 香港在1841年开埠之前 就是那些渔民散居各地的荒凉小岛 并没有正式的马路 所以居民要往外出入 往往要靠船隻或者行山路 及至开埠之后 香港政府就在1841年的八月 即是开埠的第一年 就已经开始收足建成第一条的马路 这条马路是什么呢 就是这条荷里活道 可以说荷里活道就是香港的第一条马路 及至于这条马路修了完成之后 那些中国人就可以在马路上高 坐轿来代步 而外国人就可以在马路上高 是骑马或者是坐马车来代步 但是那些马匹就往往 不是那么容易受控制的 被他们在人多路窄的马路上高行走 事事都会发生一个意外 所以就不是那么方便 在汽车没有发明之前 很多外国人都喜欢坐轿的 特别是住在半山区的外国人 正如广州那样 人力车和三轮车 先后就在香港的市面出现了 人力车俗称的黄包车 它在香港的增长非常迅速 根据资料统计 在180年前的1896年 当时在香港登记的人力车 有八百八十五部那么多 在全盛时期有三千部那么多 可以知道在当时香港的市面 这些人力车真的可以说是无所不在的 但是三轮车就没有这些人力车那么流行 那究竟香港什么时候开始有汽车出现的呢 原来在1908年开始有汽车出现 总括来说香港的早期交通工具 由最早期的轿到人力车三轮车 以至到的士 巴士 汽车 以至到蓝车 电车 到现在的还有地下铁路 可以说的包罗万有 交通工具就越来越方便 越来越畅顺了 澳门的街道既狹窄而又多斜坡 所以最适宜的代步交通工具 就是坐那些由两个人 四个人或者六个人所抬动的轿 澳门的轿就分开中国传统的轿 以及那些西方人所乘坐的西洋轿 根据澳门纪略里头那几张插图 可以看到当年这些西洋轿 它的本来面貌 这些西洋轿 原来分开有软轿和硬轿这两种 软轿很可能是用坚硬的布料制成 而硬轿很可能是用木板制成 不论软轿或硬轿 都是那些人是分在轿里头 而不是坐在轿里头 这一点和中国传统的轿 就有很大的分别 此外还有女轿 即是女士所乘坐的轿 但是其后随着时代的进步 澳门市面陆续出现了 那些人力车 三轮车 电单车 汽车 巴士等等 既方便而又快捷的工具之后 澳门的轿 无论是中国传统的轿 或是西方人所乘坐的西洋轿都好 都陆续被淘汰 而逐渐在澳门的街头市面 是消失得无影无中 回顾过往一百多年来 省港澳陆上交通工具的发展 可以说基本上是大同小异 都是由最早期的轿 慢慢演进到用人力拉动的人力车 以及用人力踩动的三轮车 到最后才有汽车 以及电车的出现 其实陆上交通工具的演变 可以说是与马路开辟改良息息相关 因为如果道路是崎嶇不平的话 就算是设计最新穎的汽车 都难以封驰电制的 所以到了今时今日 路不单单是人走出来 而且还要是兼造出来的 我们下时间见 我们下时间都见到 跟他说了 我你不见得多 有点快